前一秒还是萌哒哒的小正太 下一秒直接变成惊悚无比的双头怪 这个小男孩到底拥有怎么样的超能力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为了收集金币的道路走得更加顺利 江河谷和红爱选择加入了神秘组织 在进入小黑屋的那一瞬 红爱就被毫无防备的戴上了保守秘密的项链 当他说出自己要寻找杀人凶手姐姐的时候 面具女郎告诉他自己也认识姐姐江丽奈 但是他并不觉得江丽奈是个能下狠手杀掉父母的人 因为在他失去恋人转学以后 正是江丽奈用热情感染着他 而另一边 加和谷正带着寿尔娘在寻找钱包的路上 这小子一遇见美女 就把红爱望的一干二净了 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辛辛苦苦寻找的钱包 正在被一个小正太捡到了 而这个小正太所在的正是江丽奈的组织 换到钱包以后的小正太 发现这个钱包并没有太多的钱 他刚感叹完这是个穷光蛋的钱包 就被队友命令把钱包丢掉 否则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小正太不但不听话 还主动发起了攻击 眼看两个人就要打起来 江丽奈及时地拦住了两个人 还劝着斗篷的男子 不要和一个小孩计较 看样子 这个斗篷男的实力绝对非同小可 此时的加和谷和瘦尔娘 还在苦苦寻找着钱包 路上 瘦尔娘突然问加和谷 有没有见过那些令人恐惧的家伙 听到这话以后 加和谷不由地愣了神 他想起了被自己和红爱杀掉的冰川 不管自己是否承认 冰川都是死在了自己的手上 但是现在的加和谷已经不再后悔了 他明白 想要活命 就必须杀掉所有的敌人 就在这个时候 加和谷突然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这是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 而且还夹杂着江丽奈的气息 而他体内的瘦尔娘 也感知到了这股力量 而且他还发现 自己手里的钱包 就在那群人的手中 很明显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那些人的对手 光是这股神秘又强大的力量 就足以将他们击垮了 瘦尔娘在加和谷的体内 吓得泪流满面 如果自己的身份被曝光 那肯定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就连家人朋友也会受到自己的牵连 看着吓得魂不守舍的瘦尔娘 加和谷的体内突然涌出了一股保护欲 果然 男人对于弱小的女人 总是期盼着自己可以保护她 于是加和谷这加和谷总勇气跟了上去 当加和谷闻到小正太落单的气息时 毫不犹豫地带着瘦尔娘追了上去 本来看到这个瘦肉的小正太 加和谷根本就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但谁能想到呢 这个小正太身体里竟然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而且当她变身以后 竟然成为了一个拥有双头人的大怪物 现在的情况直接反转 加和谷在双头怪的面前 就如同一个弱小的布娃娃 双头怪自己的双手 紧紧地攥住了加和谷的身体 此时加和谷体内的瘦尔娘都快被挤扁了 随后 双头怪直接把加和谷高高举起 然后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可怜的加和谷身体都已经破碎了 却还是没有放弃 她突然想到了外星人曾经说过的话 自己可以结合进入人体内的那个力量 于是 就在双头怪准备离开的时候 加和谷直接和瘦尔娘完成了超级形态 她现在变成了一个拥有瘦尔的金刚芭比 然后再次和双头怪打了起来 尽管现在的她还是十分的弱小 但这一次 瘦尔娘和加和谷一起使出了全力 战斗到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他们现在都能够随时杀掉对方 就在这个时候 江丽奈出现了 其实加和谷现在可以直接了结了江丽奈 但是瘦尔娘却阻止了她 因为她在加和谷的体内 感知到了江丽奈和加和谷过去的事情 那些甜蜜的回忆 加和谷竟然一点都不记得 这也是挺奇怪的 而且江丽奈和加和谷之间 一定有着紧密的关系 否则江丽奈也不会露出 这样难过的表情了 而另一边签订完协议走出来的红爱 在认识完所有人以后 才发现加和谷不见了 眼睛难哭哭啼啼的 把自己录下来的画面放了出来 在看到两个人合二为一的时候 红爱握紧了拳头 为了找到加和谷他们 红爱和阳太一起出发了 但是当他们听到声音 找到加和谷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加和谷 和瘦尔娘晕过去的场景 画面最后 外星人做了一个梦 梦中正是当初江丽奈来 找自己的场景 这个书包上挂的小玩偶女孩 到底为什么会成为 杀害自己亲生父母的怪物呢 他和加和谷之间 曾经到底发生过 怎么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我是彤彤 我们下期再见吧 Mua Mu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